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重要的科学概念到今天仍然没有适当的中文翻译 我们甚至字典里面所收的翻译都是错误的或者是misleading 所以这一讲最关键的一个名词叫性向 那我这一讲可以说点子是从这本书来的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出版已经有十一年了 那这本书作者之一是Roger Short Roger Short是世界知名的生殖生理学家 或是生殖生物学家 reproductive biologist 那他应该是澳洲人吧 那他在英国成名 那我在80年代 我在80年代读生殖生理学的时候 依赖他在剑桥大学出版的那一套书 他在剑桥大学出版的那一套书 非常的棒 专门讲哺乳类的生殖生物学 Roger Short 他已经退休了 他已经退休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过世了 那他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 生殖生物学家 那这一本书好在什么地方呢 我要请大家看的是他的副标题 他的主标题就是从亚自亚当夏娃以来 那这个典故是西方的典故 所以我们东方人读起来意思并不是很大 那所以你还是要看他的副标题 你还是要看他的副标题 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 即使在西方使用西方人熟悉的典故 他仍然担心一个普通的读者 看到这本书不知道这本书要讲什么 所以他加上副标题 这本书的副标题 用这个中文来说就叫做 人类性向的演化 人类性向的演化 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对我今天讲的内容 或者包括下一次 感兴趣的话都应该读这一本书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非常好的书 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他的内容 他的内容就是足够comprehensive 也就是说内容是对这一个问题的讨论是相当的周到的 那另外一点是他的文字写的相当的优美 所以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 所以你就知道所谓的性向这一个词是我发明的 我是用来对应英文字 sexuality 那什么叫做sexuality 那就是与sex直接有关系的解剖生理以及行为 那这个sex在中文里我们已经有流行的翻译了 那就是把它翻译成性 就是把它翻译成性 那很不幸的就是sexuality这个字 通常的流行的翻译也是性 那我会觉得此sex 此性非彼性 这两个在学术上的意义并不是一样的 并不等价 所以应该使用两个不同的中文词来翻译才比较好 另外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sex跟sexuality 在生物学的脉络里面 本来就不应该使用同一个字来翻译 在生物学里边 sex其实应该翻译成 这个有性生殖 sex应该翻译成有性生殖 ok 在生物学里边 sex只是一种生殖模式 只是一种mode of reproduction 这是一种生殖模式 那我相信你只要读过小学 你就知道事实上有性生殖 不是唯一的生殖模式 在生物学界除了有性生殖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生殖模式 叫做无性生殖 那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细菌 我们经常讲细菌由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然后还有同样的单细胞的酵母菌 酵母菌是比细菌要高级的生物 所谓的高级意思说比较复杂 酵母菌也是由一个变两个 这个叫做无性生殖 所以在生物界 生物界生殖模式 至少有两种 一种是有性生殖 一种是无性生殖 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 生物的定义 我从开始 这门课的第一讲 就我的第一讲 我就一再的强调 下定义很重要 下定义相当重要 而下定义是有目的的 下定义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 它有具体的目的 OK 那生物 所以你一定要问 什么叫做生物 所以生物的生是什么东西 生物的生指的是生殖 所以生物就是指会生殖的东西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一个岩石生出另外一个岩石 OK 生物 生物就是会生殖的东西 生物的生 不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的生 而是生殖的生 会生殖的东西 叫做生物 这是最生物最基本的一个定义 那我就想起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寄起的生命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 这一幅对联 我非常想念总统讲功 理由 我应该跟你们讲过了 你想想看 现在有哪一位政治人物的发言 是这么样子的有学问 这幅对联非常重要 这幅对联 不是非常重要 这幅对联是非常有意义 上联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寄起的生命 这是生物学 夏连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 这是社会学 那地球上最单纯 也最早的生殖方式 地球上的生物 我们再背一遍 太阳系形成于46亿年前 也就是说地球形成于46亿年前 那地球最早的生物 大概30到3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那最早的生物 我们都已经知道 是细菌 是细菌 所以最早的生殖模式 最早的生殖模式 是无性生殖 地球上最早的生殖模式 是无性生殖 OK 这一点是铁岸如山 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那 无性生殖 有很重要的好处 无性生殖有非常重要的好处 这个重要好处就在这里 就一切操之在我 想生就生 不想生就不生 环境有利的时候就生 环境不利的时候就不生 一切可以自己做决定 自己做判断 无求于人 这是无性生殖对大的一个特色 而有性生殖呢 完全相反 有性生殖 你必须要寻找异性 你必须要说服异性 我们称之为谈恋爱 事实上不过是浪费生命 所以我在校园里面每一次看到 双双对对的同学走在一起 我心里就会浮起很莫名其妙的冷笑 你仔细想看这问题 有性生殖 是受人以柄 是操之于人 这是一种非常不利的生殖模式 更糟糕的是 更糟糕的是 它的效能大幅降低 记不记得 我一刚开始就跟各位谈到过的一个问题 你要是觉得你自己很棒 那很不幸的 你的孩子绝对比你差 理由非常简单 你身体里面的基因 最多只有一半子可以给儿子 无性生殖是100%的 无性生殖 保证了不会有不孝子 OK 有性生殖 效率是大幅降低 这个大幅降低可不得了 是50% 千万别忘记 是50% 这是非常可怕的浪费 OK 再说一遍 中国人喜欢抱孙子 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你知道什么叫孙子 什么叫孙子 孙子就杂种嘛 不是吗 你的孙子 他身体里面只有你四分之一的基因嘛 有四分之三是别人的 天知道什么来路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 没有效率的生殖模式 这是第一个要认识的 OK 但是 不可否论的 地球生命圈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地球生命圈里边 有性生殖 是主流的生殖模式 甚至连细胞 不 甚至连细菌都实行有性生殖 我想周生公交通应该已经交过了 OK 千万别忘记 今天地球生命圈里边 有性生殖绝对是主流的生殖模式 我的证据很简单 我们不谈那些 本来就必须要实行有性生殖的生物 我们谈的是 可以实行无性生殖的生物 我们观察到的 他们也实行有性生殖 例如细菌或酵母菌 OK 我们都已经有很好的证据 你读大一生物学就应该学过 所以有性生殖是生物界的主流生殖模式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没好的解释 我们到了今天 我刚刚已经强调过了 有性生殖跟无性生殖的强烈的对比跟差异 看起来 就是我们在纸上分析 从逻辑上来说 无性生殖是最有效率的 是最好的 可是有性生殖却是主流的生殖模式 这是一个问题 在生物学界 通常有头有脸的生物学家 或者自己为自己有头有脸的生物学家 一辈子 至少要写一篇文章 讨论 为什么有性生殖会是地球上的主流生殖模式 你要是觉得自己很棒的话 你甚至会写一本书 OK 后来我们现在只知道 我们现在只知道 sex matters sex does matter 我们现在只知道 可是怎么样回答 为什么sex matters 没有定论 没有定论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 而且比较convincing的说法 就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 大概就是 生物都生存在日益破坏的环境中 英文讲的话就是 deterating environment 生物生存的环境 是不断的在退化 是不断的在退化 我已经提供过一个理由 生物生存的环境 为什么不断的在退化 理由非常简单 生物生存的本身 就会改变环境 而且是潮 使这个环境变得恶劣的方向发展 OK 那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 可是并不是最终的答案 因此假如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你是有机会的 你是绝对有机会的 OK 那有性生殖 除了我刚刚说过了 跟无性生殖的强烈对比以外 我要进一步的说明 有性生殖有一个根本的困难 什么样的困难呢 就是合作 有性生殖最大的特色 就是两性要合作 偏偏合作在这个宇宙中 不仅仅是在地球 合作在这个宇宙中 有根本的问题 因为有合作就有背叛 你仔细想想看这个问题 甚至合作会催生背叛 OK 谈过恋爱没有 OK 所以合作必然是尔虞我诈的 自己想背叛 还怕别人背叛 防止背叛的关键是什么 要使双方损益相等 第一个办法 德与诗完全相等 就是参与 参与的双方 德与诗完全相等 是可以保证不背叛 或者你设立纠察机制 使背叛者付出惨重的代价 OK 那我们来看看 使双方损益相等 是使双方都不愿意背叛 那用纠察机制 是用嚇阻的方式 使双方都不敢背叛 这个是合作的问题 所以有信生殖是基本事实 那就是无限的精子 来追逐有限的卵子 所以雄性的生殖成就 是可能大于雌性的 你碰到这一类的问题 你只要找一个具体的case来谈 就行了 不如类 譬如说人类 只要几个男人 就可以死全世界的女人受孕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男人 不如类 任何一个物种 只要几个雄性 就可以使所有的雌性全部受孕 那为什么 更进步的问 不如类的sex ratio 就是新生而出生的性比例 接近一笔一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可是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这 这一个事实 就表示 两性之间是有先天的不平等 不仅仅在人类世界是这样 在自然世界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有性生殖 两性必须合作 然而利益摆不平 所以结果 结果很简单 有性生殖的演化 就是两性的斗争史 就是两性的斗争史 所以sex并不总是风光以泥 那最近 我认为二世纪下半叶 就是最近五十年吧 演化生物学最重要的发展 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谈合作 就是谈社会性 谈社会行为 是怎么样演化出来的 那第二个发展的方向 就是谈两性 就是谈两性 现在有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出现 而且也有非常精彩的 报道的书出现 譬如说其中有一本 是一位美国学者写的 叫做 Dr. Tatiana's Advice to All Creation 那非常棒的一本书 这个有兴趣的人 可以参考一下 这位作者 事实上他在纽约时报 也有设立部落格 这本书也翻译成中文 不过我建议 假如非要读中文不可的人 只读前面三分之一 因为我较定过 后面三分之二 我没有时间较定 OK 后来 我们继续往下谈 那谈谈两性的定义 谈谈两性的定义 再说一遍 下定义是有目的的 OK 我是用配子发育成胚胎的潜力来定义两性 什么叫做配子 所谓的配子 这是生物学专有名词 所谓的配子 简单的讲 用常识来说就是生殖细胞 再进一步说 就是不是卵子 就是精子 就叫做配子 生殖细胞就叫做配子 所以磁性 什么叫做磁性 磁性就是 它的生殖细胞有发育成胚胎的潜力 就叫做磁性 记住 我谈的是潜力 不是说一定 OK 我相信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 孤磁生殖这个名词 就磁性的卵子可以 自动的发育成胚胎 胚胎又能够自动的发育 长大成为独立的个体 仔细想看 鱼类有孤磁生殖的粒子 两栖类有孤磁生殖的粒子 爬行类也有孤磁生殖的粒子 没有明显孤磁生殖的粒子 大概就是鸟类跟哺乳类 不过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去查一下 鸟类事实上是有可能 孤磁生殖的 也就是说鸟类的卵 经过适当的物理刺激 是有可能 发育成胚胎 鸟类 到目前为止 唯一 在田野中 在实验室里面都没有找到粒子的 没有孤磁生殖的主要动物群 就是哺乳类 就是哺乳类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问题其实也值得研究 试试看用什么方式 刺激哺乳类的卵子 使得它能够发育成胚胎 好 这个是雌性 那雄性 雄性的定义就是 配子没有发育成胚胎的前例 就叫做雄性 是完全没有 是完全没有 OK 一个是完全没有 一个是可能有 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孤磅生殖的 never ever 我们只听过孤磁生殖 没有听说过孤磅生殖 就是 只要是雄性 它就绝对不可能 它的生殖细胞会发育成一个胚胎 所以简单来讲 你只要同这个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雄性 是需要雌性才能完成生殖大业 我才能完成生命的意义 所以根据这个定义 雄性就是什么 雄性就是废物 OK 就那么简单 完全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完全的要依赖雌性 雄性要完全的依赖雌性 雄性未必要依赖雄性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两性的生殖利益不平等 必然会勾心斗角 这是必然的 没什么好讨论的 OK 你假如不同意这一点 我们就没办法讨论下去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 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那所以两性的演化史 必然就是两性的斗争史 那我们现在要谈人类的性相 那人属于哺乳类 可是非常有趣 两性关系却跟哺乳类的常模不同 我所谓的常模norm 就是一般性 就一般哺乳类的两性关系 有一些哺乳类的两性关系 蛮奇怪的 那我们就不多说 就是绝大部分的哺乳类的两性关系 人类虽然是哺乳类 可是人类与哺乳类的两性关系不同 所以诗人做诗的时候才会说 在天愿为比翼鸟 有道理的 因为人类的两性关系跟鸟 反而比较类似 说说看什么叫哺乳类 哺乳类 我初中的时候 这是我小学时候背的定义 哺乳类有三大特征 一个是温血 一个是背毛 一个是哺乳 背毛的意思就是说皮肤表面有毛发 这叫做背毛 不过真正重要的在我看起来是哺乳 哺乳类 那我给各位另外一个定义 那就是雌性的身体是一具自给自足的生产机器 那就叫哺乳类 那就是哺乳类 那就是哺乳类 哺乳类的雄性对雄性早已不成任何的幻想 所以才一切都朝自己自足的方向去演化 所以讲究的是自立根深 所以雌性早就演化出不依赖雄性的生殖的绝招 哺乳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雌性哺乳类的身体 是一具自给自足的生产机器 它万事具备是只欠春风 花境不成圆克少 蓬门今始未君开 所以这春风它需要是一个sperm donor 这是雌性 那雄性呢 雄性的生殖成就受配偶 也就是受雌性的数量限制 简单来讲 那就是多多益善 那雌性的生殖成就 是受个体条件的限制 OK 所以讲究的是精益求精 All right 所以因此两性的生殖策略 就完全不一样 这是因为他们的生物学 所立下的限制 所谓的生殖策略 英文就是reproductive strategies 你等一下用这个两个英文字去上网去查 你可以查到一大堆东西 这是我一代强调的 20世纪就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演化生物学里面最精彩的一个研究领域 就是两性生物学谈生殖策略 简单来讲就是算计了 生殖策略是学术名词 说穿了不过就是算计 你算计我 我也算计你 所以不如类 生殖策略理想型 就是ideotype 理想型 雄性才公式 是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 那雌性才首饰 是铁桶江山 是滴水不漏 这四个成语 是我从古龙的武侠小说里面抄来了 讲得真好 由于雄性采公式 为什么 因为精子便宜 何妨到处采花 那雌性采的是首饰 是卵子昂贵 岂可轻易许人 简单来讲 那就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是绝不轻言牺牲 是我们总统讲功的招式 雄性采公式 侵略如火 结果是什么 有非常剧烈的雄性竞争 在哺乳类里边 雄性之间有非常剧烈的雄性竞争 那这个雄性竞争的后果之一是 你在布鲁类里面看到普遍的情形 这是一个常态 那就是雄性的体型大于雌性 雄性体型大于雌性 产生了非常可怕的后果 那就是雄性对雌性容易施暴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因果关系 再说一遍 只有在哺乳类里面 你看到那么明显的普遍的 几乎是universal的 就是雄性体型大于雌性的体型 你在其他的主要的动物群里面 未必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比如说像昆虫 像螳螂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雄性的螳螂体型 比雌性螳螂的体型要小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在昆虫里面 雄性的体型比较小 是常态 可是在哺乳类里边 雄性的体型比雌性体型要大 雄性体型之所以会变大 那真正的原因是雄性之间 有非常严重的竞争 那竞争的后果 体型变大 体型变大了以后的副作用 那就是雄性易于施暴 这些逻辑关系 你一定要先弄清楚 那雄性有非常强大 雄性之间有非常激烈的竞争 后果第二个 那就是雄性之间的生殖成就 有很大的差异 跟雌性不一样 有的妻妾成群 是子孙满堂 有的成为绝护 医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配偶 任何一个子女 跟雌性不一样 雌性的生殖成就的限制 只有身体本身的限制 没有所谓的外在竞争的问题 那哺乳类生殖生理 另外还有一个特征 造成了所有我们不满意的现象 那就是体内受精 你仔细想想看 鱼类怎么样受精 雄性围着雌性 做各式各样的display 然后雄性跟雌性两者同时排精排卵 这叫做日月为正 迎获两气 这谁也不欠谁 然后你再想想看 两气类 青蛙 雄性的青蛙 趴在雌性的青蛙背上 在适当时机 两个同时排精排卵 千万要注意 同时排精排卵的重要性 然后到了鸟类跟哺乳类 那问题大了 体内受精 体内受精的问题相当的大 你仔细想想看 体内受精的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绿色恐怖 2004年大选之后 我在清华大学讲这一个题目 我讲到绿色恐怖的时候 台下有好几个年轻人坐立难安 最后忍不住拍桌 而且问我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雄性的交配行动 与升职成就无关 也就是说雄性永远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或者做成了没有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资讯不对称 记住 体内受精的后果是使雄雄两性 对于升职的资讯 有完全不同的掌握 什么叫做资讯不对称 听清楚了 就女人的孩子是女人的 男人的女人的孩子 未必是男人的 你不要太有把握 这叫做资讯不对称 这就是所谓的绿色恐怖 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女人生的孩子是谁的 这是体内受精的后果 怎么样解决资讯不对称的问题 第一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许多布鲁类是这样用 第一个办法 割据地盘 控制磁性 然后阻绝其他的雄性 这种办法成本是很高的 失败率也相当的高 OK 那另外一个办法 就只问根云 不问收获 大干特干 采取的大数法则 道帅夜流香 不知销魂在何方 没听过 这储流香 所以布鲁类的两性关系 我们可以用小鹿斑笔来做例子 都看过小鹿斑笔吧 都看过小鹿斑笔吧 你不要告诉我 你没看过 你们家那么穷啊 所以小鹿斑笔 你看过你就知道 小鹿斑笔谁带大的 是他妈 哺乳类的雄性 从来不负责养家活口的责任 小鹿斑笔是有他妈带大的 OK 所以 哺乳类的两性关系 简单来讲就是 雌性自己生自己养 独立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他自恶来 他自狠 我自一口真气足 哺乳类的雌性 练的都九阳真金 哺乳类的雌性 对雄性是彻底的绝望 我每次看到 小鸟一人的女孩 我就觉得有点那个 想想其他的哺乳类 OK 所以人类 你仔细看看人类的性向 跟其他哺乳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 性征 人类的女性有持续的性征 你养过小猫小狗吗 母猫母狗不生养小孩 没有乳房的 人类的女性进入青春体以后 就有乳房 然后是终身持续的 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It doesn't make sense 有没有想过 I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人类的女性的第二性征 是终身持续的 没道理 人类的两性关系 讲究的是长期合作 共同抚养子女 其他哺乳类不这样做的 人类的性行为 讲究的是私密性 而不以生殖为目的 其他哺乳类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人类的性向是非常特殊的 你一定要问 这一些特殊的性向 到底是怎么演化出来的 OK 那我认为基本上 所有的这一些特色 都是以构成两性 长期合作为目的 所以人类的性向 其实是像鸟类 所以诗人说 我们在天愿为比翼鸟 歪打正着 还真说对了 你仔细想想看 为什么鸟类 要两性合作 共同抚养子女 你要是懂得人为什么 你就可以了解鸟为什么 人类独特的两性关系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人类是一种独特的哺乳类 那人类是哺乳类里面 唯一 直击身子走路 OK 我也利用这张图 跟各位讲过 人类是哺乳类里面 唯一的 手是手 脚是脚的物种 就是手跟脚 在形态上 功能上 完全分家的物种 OK 那我已经说过了 人类采取这种体态 用两只脚在地面上 移动身体 其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就是使得骨盆 有非常重大的变化 最后的结果 就是女性容易难产 所以人类的女性 在生产的时候 必须是在社会之中生产 必须是要有人照顾的 所以人类的两性关系 受骨盆形状变化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每个人类社会 女性生产都需要人协助 所以两性共同抚养子女 也是常态 OK 这个我上次都已经讲过了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 灵长类的背景 那首先我要说的是 这个猴子与猩猩之间的差异 我好像反复的强调好几次了 猴子与猩猩 是两种不同的高等灵长类 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一下 什么叫做高等 什么叫做低等 生物学里边 我们说高等与低等 谈的不是价值判断 在生物学里边 谈高等与低等 谈的是祖先出现的地层 祖先出现的地层比较早 那就是低等 因为比较早的地层是在下方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祖先出现的地层比较晚 就是高等 因为比较晚的地层通常都在上层 高等与低等是这个意思 简单讲就是猩猩与猴子都是 是不同的高等灵长类 猩猩与猴子不同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那我介绍猴子 因为台湾有猕猴 台湾猕猴跟日本的雪猴 是同一来源 那日本的猕猴 又叫日本的雪猴 叫Snow Monkey 是跟台湾的猕猴 来自同一的祖先的 那台湾有猕猴 相当相当的多 那猴子 猴子的这个社群 基本上跟人或是跟猩猩 有很大的差异 就猴子的社群 是以雌性为骨干 那它跟大象 或跟其他不如类 都比较接近 什么叫做以雌性为骨干 意思就是说 新生儿假如是雌性 就留在自己出生的社群 终生不离 假如是雄性 长到青春期的时候 就必须要离开自己出生的 这个社群 所以你可以推测 所以像猴子的社群 所有的雌性 大概都有亲戚关系 或者都是从小在一起 玩大的玩伴 OK 这个是猴子 那这个我们已经知道 所有的猩猩都同源的 那这个 红毛猩猩比较早分化 然后人与两种不同的黑猩猩 比较晚分化 那我们先来谈谈 红毛猩猩 红毛猩猩 这是成年雄性 这是成年雌性 成年雄性的体型 是成年雌性的两倍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 他们就根本不必谈恋爱 科学家观察 红毛猩猩猩在野外的交配行动 90%以上都可以描述为强暴 理由非常简单 他的体型是他的两倍 占绝对的优势 既然占绝对的优势 那还需要采取什么怀柔政策呢 你想想看 一个有钱人需要谈恋爱吗 听懂这逻辑没有 有钱人是完全不必谈恋爱的 红毛猩猩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采取一种策略 就是红毛猩猩的雄性成年以后 王不见王 红毛猩猩雄性成年以后 基本上就是占一块地盘 那这一块地盘里面 有许多小 有许多这个雌性在里边生活 所以红毛猩猩他一辈子成年以后 他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防守他的地盘 不准其他的成年猩猩接近 OK 那这个红毛猩猩 基本上你可以说 他们没有所谓的社会生活 基本上成年雄性 就是雄性成年以后 就是孤零零的在生活 他是一个loner 因为王不见王 那只有雌性 雌性 生了孩子之后 由于这是高等领导类 所以这个 这个新生儿就有很长的发育期 都起码要七八年才能够进入青春期 OK 所以 所以 雌性反而有一些 用人类的术语来说 像是家庭生活的生活 那他等到 这个红毛猩猩的妈妈 等到他生下的儿子 到七八岁的时候 就把这儿子赶走 因为他不赶走的话 爸爸也会赶走 OK 这是红毛猩猩 然后这个是大猩猩 就是电影金刚的原型 大猩猩 这是成年雄性 大猩猩的体型 也是成年雄性 是成年雌性的两倍 可是他们跟红毛猩猩 还是有一些差异 大猩猩 有类似人类的家庭生活 大猩猩的生活单位 用人类的术语来说 就是一个家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个成年雄性 跟四到六个成年雌性 共同组成的一个生活单位 加上他们的子女 大猩猩 雄性成年以后 王不见王 所以他们没有 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 没有 他们最多只有人类的家庭生活 OK 好 这堂课我们暂时讲到这里 因为下一堂课 我们要开始讲黑猩猩 下课 我刚刚讲到的是大猩猩 不过大猩猩 另外还有一条 还是没讲清楚 那就是我刚刚说了 大猩猩的体型 雄性是雌性的两倍 这是关键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问 为什么四到六个雌性 愿意跟一个雄性在一起 理由非常简单 需要保护 雄性的体型 大于雌性的话 雄性要欺负 雌性是非常容易的 好 两种黑猩猩 这两种黑猩猩 它的英文不一样 一个叫蝙蝶 另外一个叫bonobo 我希望大家能够习惯 这两个不同的species 有一个中文都是黑猩猩 两种黑猩猩 它们过的社群生活 就跟人类比较接近了 也就是说 它们的社群 都是有许多成年雄性 与成年雄性共同组成的 也就是说 它们的生活单位 用人类的术语 可以描述成社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生活单位里面 有许多成年雄性 也有许多成年雄性 并不是只有一个成年雄性 那与人类的社会 蛮相似的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这两种黑猩猩 它们的生活单位 虽然跟人类的非常相似 那个相似是组成的相似 组成英文是constitution 就是它的生活单位 也就是它社群的组成 跟人类相似 但是它社群的organization 跟人类不相似 什么意思 就是它们的社群里面 没有分工 既然没有分工 就无所谓organization 两种黑猩猩猩的社群里面 都没有分工 跟人类社会完全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们必须要继续讲下去 黑猩猩 Chimpanzee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 就是这个Chimpanzee 这个英文字 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那这个到了19世纪 像英国 伦敦有一个动物园里边就养着一只Chimpanzee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理由是因为有一本美国政治学教科书 把这张照片跟尼克森的照片摆在一起 很像 很像 你看看 你仔细看这个张照片 你看它的眼神非常的狡诈 你看它内心不知道在想什么 它有点像素环针 OK 那这是第二种黑猩猩 英文叫Bonobo 这是20世纪才出现的名字 大概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 解剖学家才确定 这一种黑猩猩 跟前一种黑猩猩 是两个不同的species Alright 那我现在把它的名字翻译成巴诺布园 基本上就是用声音来翻译 那这两种不同的黑猩猩 他们的社群 的constitution跟人类很接近 接近到什么程度呢 那他们的社群都以雄性为骨干 什么意思 就跟猴子不一样 台湾猕猴 他的社群以雌性为骨干 意思就是说 女生出生了以后 不离开自己出生的社群 男生长到青春期 就必须要离开自己出生的社群 那黑猩猩是以雄性为骨干 意思就是说 男生不离开自己出生的社群 女生必须离开自己出生的社群 因此你马上可以推测 这一些社群里面的男生 彼此不是亲戚 就是从小玩大的玩伴 而 他们的雌性来自四面八方 雌性彼此之间都是陌生人 你只要用人类社会来比拟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 大家庭吃年夜饭的场景来比拟 兄弟姐妹的媳妇回到家里来 那情形其实是 我们做男人的很难想象 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OK 那 所以雌性的关系 彼此非常非常的疏远 在黑猩猩的社群里边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你要了解他们的社会行为 后果是什么 你光是了解这个constitution 你就可以了解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 雌性生活在雄性的暴力阴影之下 雌性的生活是极端的悲惨的 两种不同的黑猩猩 两性之间体型的差异 不像红毛猩猩跟大猩猩那样明显 黑猩猩 两性之间体型的差异 大概30%上下 人类 人类两性之间的体型差异 应该不超过20% 所以人类 两性之间的体型差异 其实最小的 在零长类里边是 非常非常小的 OK 那黑猩猩 黑猩猩 黑猩猩 两性之间体型的差异 不过30% 所以雄性对于雌性 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 雄性控制雌性的方式 就是利用雌性之间陌生人不团结 所以很容易用暴力胁迫 使他们就范 而且雄性黑猩猩 还发明了一种 以暴力为基础的心理作战模式 暴力很重要 可是暴力不是唯一的手段 因为使用暴力要付出代价的 你知道吗 打架是要付出代价的 除非你占绝对的优势 一巴掌就把人给删昏了 Otherwise很麻烦 懂得逻辑没有 体型越接近的对手 越是需要用恐吓的方式 逼迫对方就范 体型越接近的对手 越是需要利用非暴力的手段 解决争端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体型接近 真打起来 胜了也是产胜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关于黑猩猩的社会行为 最精彩的一本书 不是曾古德写的 台湾只知道曾古德 这是政治不对的 那这个最精彩的一本书 是France Deval写的 他是荷兰人 那他在1970年代 在1970年代末 在荷兰国家动物园 就是阿姆斯特丹动物园里面研究一群黑猩猩 写他的博士论文 然后1982年他把他的博士论文改写成一本英文书 这本书一出版以后就变成动物行为学的经典 动物行为学的经典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长销书 在1998年出了这个扩张版 Revised Edition 非常棒的一本书 你要是读了这本书 你就知道 雌性黑猩猩过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 你只要看曾古德的书也可以 曾古德的书你要是读了以后 你就知道雌性的生活在黑猩猩社群里面 是极端极端的悲惨 那不过这一本书 这本书真正精彩的地方 是在描述黑猩猩社群里面的政治活动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 那就是黑猩猩 雄性成年之后 人生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追求权利 理由在于 有了权利 始与色 就水到渠成 你觉得我只是在描述黑猩猩吗 所以雄性之间斗争 城门失火是殃及池鱼 是雌性遭殃 OK 雌性遭殃 Anyway 那第二种黑猩猩猩是最近二十年 其实应该现在来说 应该是最近三十年 最受国际学术界瞩目的猩猩 英文叫做Bonobo 那这个你也不要问 这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这是非洲土著叫他们的名字 有什么道理也不重要 可是 我要提醒大家 那我把它翻译成巴诺不原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一直到今天 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 报道这种黑猩猩的时候 仍然用日文汉字 说叫它叫诸如黑猩猩 或是矮黑猩猩 不必了 我要提醒大家 这一种黑猩猩 跟Chimpanzi 身体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异 OK 然后 那这一种黑猩猩 为什么 变成国际学术界瞩目的一种黑猩猩 甚至女性主义者 也非常注意这种黑猩猩 那因为 它被研究黑猩猩的学者 公认为是Gentle Ape 是温和的猩猩 就在他们的社群里面 看到的暴力并不多 跟Chimpanzi很不一样 也就是跟 曾古德所观察到的黑猩猩 很不一样 为什么 研究Bonobo 第一个 到田野里面去 到非洲去 研究这一种黑猩猩的 学者是日本人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加纳隆志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那我要提醒大家 一谈你黑猩猩 大家都以为 曾古德 是最重要的人物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除了我刚刚介绍的 France Deval 在全世界来说 日本是研究 灵长类行为学的大国 那他最重要的研究中心 在京都大学的灵长类研究所 那现在东京大学 也有一个灵长类研究所 OK 假如日本要开 灵长类行为学的会议 全世界的专家 你不给他钱 他都会去的 因为日本是大国 日本到现在为止 在非洲 至少还维持着 三个以上的 长期的研究战 都是由日本政府 支持的 这个研究 OK 那日本的 这个灵长类专家 也特别的多 那这个是研究 Bonobo的第一位学者 他在1970年代中期 去研究Bonobo 到非洲田野里面 去研究Bonobo 他跟他的学生 对于Bonobo的报道 已经变成 这个现在灵长类行为学 里面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 那谈到Bonobo 为什么是Gentle Ape 是温和的星星 我们必须谈性的生物功能 我已经反复的说过了 性的生物功能 只有一个 那就是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寄体的生命 这句话那么长 其实两个字就可以表达他的意思 就是生殖 性的生物功能 就是生殖 没有别的 性的生物功能 就是生殖 但是地球上 有一些物种 为性发明了社会功能 就是social function 就不仅仅 性不仅仅是具有生殖功能 它还有社会功能 然后我要提醒大家 人与巴诺不原 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祖先 人与巴诺不原 都为性发明了社会功能 OK 那你看看 这是巴诺不原 它是成年雄性 可惜我们的灯光太亮 这个成年雄性 它的身高不过一公尺 那你要是看仔细一点的话 这张照片 其实目的是让你看这里 就是它的LP了 就是说你要是看得到的话 就它身高只有一公尺 可是它的LP却非常非常大 比人大非常的多 就是你要是对动物行为学 稍微有一些普通的知识的话 你看到这样子的LP 你就知道其中必有妙用 这是成年雄性 然后这是成年雌性 这也是太可惜了 这成年雌性 这张照片 目的是提供重要的科学资讯 这张照片是正面 成年雌性的正面 这张照片目的是让你知道 你从正面可以看到它的音护 OK 成年 这是成年雌性 由于灯光的缘故 所以大家看不清楚 我是知道的 好再往下看 这是一个成年雄性 不需要我介绍 你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我真正要说的是 你看他手里找到一根甘蔗 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他现在要去找女人 找到了 仔细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非常精彩的一张照片 所以你看到这张照片 你就应该知道 我前面两张照片 为什么要放出来 OK 就他们性行为的知识 跟人类非常的接近 而且这张照片更精彩 假如你能够看得清楚一点的话 你要看这张照片 真正想表现的是一种境界 你们年纪太轻 你们不能够体会的 OK 你看这 Eye contact OK 眼睛是灵魂之窗 这不仅仅是肉体的交接 而且灵魂的交汇 这张照片是不容易拍的 这是日本人拍的 很棒的照片 OK OK 好 这是两个bonobo 他们找到一根甘蔗 也要找一个地方去快活一下 仔细看 这两个bonobo 都是雌性 你看下一张照片就知道了 这两个都是雌性 看不看 老娘爽一下不行啊 所以你先知道了吧 在这一种黑猩猩的社群里边 学者的描述是 他们观察到 用两个英文字就可以表现 Rampant Sex 不管同性异性 男女老幼 有时每一次就打他一炮 巴诺布园为性发明的社会功能 是把性当作社会互动的润滑剂 想想看陈文倩讲的那句话 乳房不过是女人的社交工具 精彩 这话非常的精彩 好 为什么这么说 那我要谈这本书 为什么斑马不会得魏魁阳 这本书是我的好朋友翻译的 我千万要注意 这本书的书名是有意思的 魏魁阳不是指真正因为细菌引起的魏魁阳 魏魁阳在这里面是当一个metaphor 就是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东西呢 比喻由于压力而引起的心生症 就是psychosomatic syndrome psychosomatic syndrome 你要知道 过社会生活是非常痛苦的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都告诉我们 社会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我要提醒大家 越是违反人性的东西 越是需要从小灌输 譬如说尊敬师长孝顺父母什么的 所以我们从小就听说 社会生活是多么美好 那必然是假的 你仔细想想看 你过着什么社会生活 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充满了痛苦 充满了压迫 你的成功就是别人的失败 别人的成功就是你的失败 你们想想看 你们怎么考上台大的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你们居然把第一志愿都填台大 你难道没有想到过 你考上了别人就考不上 你痛苦难道别人不痛苦吗 你再想想看你高中的时候 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 假如今天学校要考试 你同学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 我昨天没读 而且通常讲最大声的人考第一名 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 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斗争 而且是无声的斗争 是披着羊皮的斗争 不是这样子吗 摸摸你的良心 你为别人带来了多少痛苦 由于你们是台大人 这本书没有讲错 斑马不会得慰克养 这是真的 因为斑马过的生活 社会生活是非常简单的 他们只是在一起吃草而已 他们不必要在一起比学策 过复杂社会生活的哺乳类 就是灵长类 不管猴子还是猩猩 普遍的都有 因为因压力而引起的身心症候群 人类是最特殊的 最严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想到了没有 Bonobo利用性来促进 润滑社会互动 想想看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高兴了不高兴 有事没事就打他一炮 人生就可以那么样子的轻松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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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Chimpanzi跟Bonobo最大的差异就是 Bonobo的雌性虽然来自四面八方 彼此本来都是陌生人 可是他们能够利用性来结盟 所以在Bonobo的社群里边 雌性之间是相当的团结的 雄性不敢任意的 任性的施展暴力 OK 这个跟Chimpanzi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Chimpanzi的社群里面 雌性彼此之间没有结盟行为 因此是任贫淋 那人类为性发明的社会功能呢 是创造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 什么关系 夫妇 你仔细想想看 什么叫做夫妇 夫妇关系就是由性来定义的 我们为了生活 我们很可能 必须跟我们的朋友 甚至跟我们的敌人 每一天花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跟我们的配偶 每一天在一起相处 时间反而小 但是我们只能跟我们自己的配偶上床 夫妇关系 是用性来定义的 所以人与巴诺不原的差异在哪里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巴诺不原是开放的性 没有方向性 没有对象 谁都可以 人类是封闭性 只有特定的对象 其实本质意义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两个发展的方向相反 OK 然后你仔细想想看 中国人 拿夫妻之间做那档的事 说叫敦伦 太有道理了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五轮 其实真正重要的一轮 是夫妇 最根本的一轮是夫妇 你仔细想 然后夫妇必然来自异性 什么叫做异性 不同的家族 因而创造了复杂的社会 人类的社会会那么复杂 真正的原因在这里 OK 后来这是人类学上的联姻理论 这是由法国人类学家李维索 所提出来的 他去年才过世 活了一百年 活了一百岁 他过一百岁生日的时候 头脑还非常清楚 不容易啊 真是不容易 那他有一句名言 婚姻是自然与文化间的悲惨愈合 你们年纪太轻 大家不容易理解 特别是自以为正在谈恋爱的人 那这个 然后也是亲家与自家间的悲惨愈合 这是当年 也就是整整六十年前 他的博士论文 他的博士论文 李维索的博士论文里面提出来的 非常的有道理 另外 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 是男人分配女人的协议 是政治结盟的手段 想想看 十阶的最后一阶是什么 不可贪恋 邻人的妻子 你想想看 这个事情重要到这个地步 那必须要上帝亲自来下命令 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石 你们刚刚我一刚 我从前面花了很长的篇幅 很长的时间来讨论两性关系 我也特别强调 在雄性之间升职的成就 英文是fitness 雄性之间的升职成就有很大的差异 有的人妻妾成群子孙满堂 有的人一辈子没有任何一个配偶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这么样子的悬殊差距 是不可能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的 所以你并用婚姻制度 你一个我一个 你不看我老婆 我也不看你老婆 公平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大家就可以合作了 懂得逻辑没有 雄性与雄性之间 不需要进行无聊的斗争了 多打一炮人生会怎么样呢 所以十届最后一届 事实上是要维护社会的团结 你懂了这一点的话 你就知道 其实婚姻制度就是要维护社会的凝聚力 把最容易引起纷争的因子 给消除掉 分配女人 男人分配女人 所以婚姻制度既然是政治结盟的手段 那当然就与当事人的意愿毫无关系 那这样子的婚姻怎么维持 它是受各种力量 社会力量来约束的 那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 已经变得不稳定 这是常识 美国离婚率已经超过50% 台湾也差不多 因为台湾其实是很先进的 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 什么叫做现代社会 这就是现代社会 这是一本好书 这是一本烂书 因为这是一本翻译本 所以它是一本烂书 什么叫做现代社会 这部电影 我建议大家有空的话看一下 非常棒的一部电影 1997年这部电影 在台北市上演过 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 就是没有引起什么样的注意 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 它的演员 由Wellsley Snipes 它在这部电影里面不演打载 演一个很斯文的一个公司的职员 那这部电影最让我着迷的 当然就是这个女人 那这个只有成熟的男人 才会欣赏的成熟的女人 我最看不得的就是 小鸟依人型的女生 我自以为自己是小鸟依人的 这部电影很棒 我建议大家看一下 然后千万注意一下 你要记住这些电影明星 你想要找这部电影的时候 你不要用这个名字去租 你假如用一夜情去租 你会租到一些烂七八糟的电影 OK 再问一遍 什么叫做现代社会 就是人人都生活在陌生人之中的社会 叫做现代社会 你认得你的邻居吗 我刚刚最近才搬家 我原来住的地方二十年 我不知道我上下左右 到底是住了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现代社会 人人生活在陌生人之中 就叫做现代社会 因此支撑婚姻制度的传统力量松动了 那支撑婚姻制度有哪一些传统力量呢 譬如说生活方式是生活空间 在二十世纪以前 一个人出生到死亡 大概活动范围不出方圆三十里 假如你一生 活动范围不出方圆三十里 什么意思 就是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碰到熟人 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碰到熟人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受到监视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生活方式 生活空间 本身就已经构成一种监控的力量 然后想想看人类说八卦的天性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你怕不怕别人 有些事你宁愿让这个人知道 不愿意让那个人知道 打死都不愿意 你没想到过 八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 社会监控的力量 你没想到过 在现代社会里面 人人都是陌生人 一个同一个办公室 同一个教室 英雄来自身边八方 我认得的人 你不认得 你认得的人 我也不认得 我知道八卦 你不知道 你知道八卦 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办一个一周刊 维护婚姻制度的社会监控瓦解了 八卦天性 无所施其器 所以我们需要一周刊 懂了吧 有一本一周刊 最大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共同讲八卦 越讲越高兴 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 是以爱情为基础的 我也不瞒各位说 我是看穷雄小说长大的 所以对爱情极端的憧憬 像真的一样 I've known better Now OK 爱情 什么玩意儿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 各位 问世间情事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什么是爱情 自以为正在谈恋爱的人举手 什么叫做爱情 千万要注意 从现在开始 聚精会神 以下的15秒 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我要做最重要的一个开始 讲完以后我就要点名 因为你居然上我这堂课 没有听到那么重要的一个开始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什么叫爱情 各位 听好了 录音机都准备好 什么叫爱情 爱情就是抛弃的借口 想想看 莫名其妙的爱上了 当然可以莫名其妙的不爱 这不就是爱情吗 只以为他正在谈恋爱的人 有没有豁然大悟 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 醍醐灌顶 当头棒喝 你仔细想想看 我怎么敢说因为你很漂亮 因为谁知道40年以后 你还漂不漂亮 我怎么敢说 因为你爸爸是某某人 我当然只能 胡扯嘛 我就是爱你嘛 懂了没有 再说一遍 莫名其妙爱上了 当然可以莫名其妙的不爱 世人老早就告诉我们了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挥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婆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中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最好你忘掉 你我教会时 本来就没什么光芒 不是吗 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 离婚率非常的高 那都是相信爱情的后果 雪上加霜的是 人类在二十世纪空前绝后的成就 人类在二十世纪有什么成就是空前绝后的 千万要注意 我使用文字是非常精确的 我说空前绝后 意思就是说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占有了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人类登陆月球 人类一九六九年第一次登陆月球 那是我高一的时候 以后还可以继续 老共至少有意思要登 所以并不是绝后 人类在二十世纪空前绝后的成就 是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一倍 平均四十岁 变成平均八十岁 你们想过 这对我们人类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过去的人四十岁就死了 所以年纪轻的时候 什么话都敢乱讲 什么我永远爱你一辈子 真的一样 什么海枯湿烂 反正不会发生 然后四十岁要死的时候 大概摸着良心 还能够说出来 我还爱着他 那现在呢 十寿已经八十岁了 你还能够摸着良心说 我还爱着他吗 婚姻成了监狱 你仔细想看 还有什么样的刑罚 比跟同一个人共同生活六十年 还有可怕 你要亲眼看到你爱的人 所谓的你爱的人 年华老去 变成一个丑陋又不思上镜的老混蛋 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惩罚 你知道吗 算了 你们太年轻 你们不懂 请回想一下人类独特的性向 女性持续的竞争 两性关系 长期合作 性行为讲究私密性 你想想看 功能在哪里 持续的竞争 是利用摄像吸引 然后私密性 摄像 以及独占 你用这两点 来保证长期合作 可是这个长期 也不是无限的拉长 这个长期 也是有期限的 活到四十岁够了 到八十岁就太过了 海市山盟 因犹在 是指示 朱延改 以色适人者 色衰者爱吃 两千年前 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 汉武帝的李夫人 多么的聪明的女性 她生病快要死的时候 她拒绝汉武帝来看她 她要汉武帝 记得她 娇艳健康的容颜 多聪明的女人 对于短暂的人间 是东方与西方 有不同的观点 这是西方的观点 出自哪里 福士德 这十九世纪初 福士德的第二幕 怎么翻译 从一朵花 可以想见天堂 这意思 这是浪漫主义的想法 基本上就是讲 刹那即永恒 从现实上来说 有的时候 刹那比永恒 是更值得 更令人回味 看看我们东方的看法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世观 金刚经 OK 这意思就是 本来无一物 如何惹尘埃 怎么样 各位 特别是自以为 正在恋爱的人 生物学 我们讲究的是 身世臭皮囊 是基因 永流传 OK 身体并不重要 然后Darkins 讲得更好 我们不过是基因操纵的机器人 不过你也不要以为 这句话讲得多精彩 老早就已经说过了 整整一百年前 英文人说了 这句话 这是我高中数读的 非常的精彩的一句话 你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就是 母鸡只是一枚鸡蛋 制造另外一枚鸡蛋的手段 他的作者是十九世纪末的文人 Samuel Butler 这是一个 他写了几部小说都不错 都不错 精彩吧 OK 问世间 情绪和我 你还想谈恋爱吗 OK 我们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那我们剩下的时间 还有五六分钟 我要谈一谈 这个 D 有没有问题 或是愿意分享 或是愿意跟我台杠 或是正在 自以为正在谈恋爱的人 要用亲身的经历来反驳我的逻辑的分析 然后就是考试 因为的确有同学来找我 他不知道 我让大家念的三本书目的在哪里 其实目的非常简单 那就是阅读 也许是你大学里面 最需要学的一个技术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什么叫做知识爆炸 什么叫做知识爆炸 我谈的不是知识爆炸的定义 我谈的是知识爆炸的后果 知识爆炸的后果一定是 第一 教科书越来越厚 第二 你必须越来越依赖自修 你才能对任何一个学问的领域 有起码的认识跟了解 也就是说 老师的作用或角色越来越不重要 所以你们必须要学习阅读 假如你过去没有好好读过的话 你现在尤其需要 阅读涉涉及的是 长时间的专心致志 这点相当重要 你读一本书的时候 你读一本书的时候 不是以业为单位 你读一本书的时候 起码是以 几个chapter为单位 特别是像小说这样的书 你读大学的教科书 当然用chapter做单位是对的 可是你读小说的话 应该不仅仅是一个chapter 是好几个chapter为单位 就是你必须要有 sustained attention 你才能够读进去这本书里面 到底在讲什么 就是你必须要有这种技能 那这种技能并不是靠说的 说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你严格讲起来没什么好说的 这种技能是要靠practice 就是要靠练习 就是维持长时间的注意力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年轻世代而言是越来越困难 这个不是我个人的经验 这是全球学者的发现 就现在正在读大学的人 他的长期的 就是长时间的注意 sustained attention 就是长时间的注意力的集中 相对说起来是比过去的世代要弱 所以我要求大家读书 真正的目的是在这里 而且还有一点 你要懂一本书的为言大意 也只有靠这样子你才能够读得到 而不是你很肤浅的读 其实是很容易的 很肤浅的事实上你可以不要读 科学观人的意义是什么 科学观人的意义就是 人不要创造生物 人不应该play god 那这就不是我要你们读的意思了 因为这本小说之所以会是经典 是因为它的内容很丰富 那它的内容很丰富 就不可能是那么肤浅 人不应该扮演god 因为严格讲起来 人不应该扮演神 这句话其实你要是分析起来 那它的意思又很多 不是那么容易说的 假如人真的不应该扮演神的话 那我们甚至生病了不应该看病吗 不是这样子吗 听懂这逻辑没有 所以每一本 就是经典之所以会是经典 是它的内容很丰富 它甚至不同的世代 可以有不同的读法 19世纪的人刚读到 Francstein的时候 它的反应跟我们21世纪的人 应该不一样 因为我们对科学的熟悉的程度 我们对于科学改变这个世界的 这个power 要比19世纪的人 更有亲身的体验嘛 我们也不容易很 这个大惊小怪 等等之类的 而且还有一点 我特别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三本书 相隔 roughly speaking 大概就是 你想好 从 从 从Francstein到 美丽新世界 一百年 那从美丽新世界 到别让我走 也接近一百年 所以 这是三个不同 时代的书 它都带有时代的特色 而相对说起来 别让我走 是最具有文学性的 什么意思呢 它是真的像一个故事 而 科学怪人 或者是美丽新世界 它反而不像一个 故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像 科学怪人 跟美丽新世界 都是所谓 叫做 Novel of Ideas 就是所谓 理念小说 所以 它的文学性 没那么强 而且 从某个角度来说 它们的人物 都太 刻板化 那不像别让我走 我觉得别让我走的 对于人性的描述 事实上 是 比较有深度的 而且还有一点 越是这样子的小说 它越是有 比较细致的读法 所以 我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体会 这些经典是有道理的 这些书之所以会是 经典是有道理的 而且我 我再说一遍 阅读能力之所以 那么重要 不仅仅是为了 追求新知 你要对你的工作 或是你要对 跟你有切身关系 的人事问题 有比较深入的掌握 你就必须有 好的阅读能力 这是我要 一再提醒大家的 OK 祝福大家 下礼拜见